我先講一下 趙哥 我跟妳講 趙哥忍很久了 他已經在那邊忍著 我先講一下 今天做這一集的主題 我們算是三位 算是代表台灣 我們才有資格坐在這裡 所以我盡量低調不講話 低調不講話 把我的氣質給拿出來 你們是快三沒有陽性 對啊 一線藝人就在那邊 妳是說現在全演藝圈 只剩下他們三個 你是藝人 所以我們就拔你們來 確定都有八個人退座 至少身體健康 我們今天能夠來這裡錄影 就表示說我們跟一般人 沒有 你們生活都非常有規律 而且我們不隨便涉足一些 風化場所 所以才沒有被感染 對啊 生活簡單單調 像我們這種男人不多了 我們這種男人不多 我們照顧得好自己才可以照顧你們 真的 好 好 那我就要講一件事情 我覺得台灣男生也有一個 很貼心的地方 我必須要講 要幫他們講一下話 就是台灣男生是最會拿 最會拿包包的一個資訊 最會拿 幫女生拿包包 你根本沒有叫他拿 他就會說幫你拿包包 東西會很重 可是你明明就背小費包 他也說會很重嗎 幫你拿這樣子 真的想偷你錢吧 什麼 對啊 怎麼可以啊 他是小偷啦 反正就是女生任何的包包 台灣男生都很願意拿 但是我真的交過國外男朋友 那一次就是我要綁鞋帶 我就說 欸 寶貝妳幫我拿一下包包 他就說 真的 這個超級 國外男生 拿一下都不行喔 自尊心超高的喔 他還會遺負那種 妳怎麼會講這種話 我怎麼會幫妳拿包包 我傻眼 我在綁鞋帶 妳想怎樣 綁鞋帶而已 拿一下下而已 但是因為今天現場 既然三萬男性 我就想問 趙哥妳會幫我拿包包嗎 幫妳拿 對 看紅色的 漂亮亮的 這也是好漂亮的 妳身為台灣的男生代表 我講一下 如果今天是佳娜 我OK 好 只看 所以拿包包本身不丟臉 是幫小優拿 很丟臉的 這妳講的 這妳講 我沒這樣講 我沒有這樣講 傳出去很難聽 沒有…小優… 傳出去怎麼樣了 我不認為幫小優拿是很丟臉 我不認為 只是說 我習慣會幫小優拿 不習慣幫小優拿 我什麼單位特別 我今天帶包包來 妳說妳只幫加納 對啊 妳現在我也可以拿 妳哪有外可以拿 妳拿下啦 我跟你講 這個包包就假裝是加納 加納的 好可憐 加納 有請…加納 加納 來… 嘗嘗看這個感覺是怎麼樣 裡面道具組的小優 寶貝 很重 哪裡重 什麼重 這個重 這個 我幫妳拿 沒有問題 謝謝 這麼重 每天都讓妳這樣背 我還可以…把妳抱起來 我還可以拿到媽媽給抱著一個 好可憐 好險 不是 這表示我對她有愛 寶貝 15分鐘到了… 換了… 好了 拿了一槍 來… 妳在幹嘛 演到哪裡去 大坤妳不是說我們不去一些 奇怪的場地所嗎 換小優呢 小優呢 換小優 15分鐘到了 換小優 小優來試試看 好 來 怎麼了 小優怎麼了 這樣真的很重耶 你拿啞鈴是不是 你屁發被放啞鈴嗎 你腳是怎麼了 扭到 妳怎麼了… Baby 真的好重要 因為今天那個領薪水太多了 快點 領薪水 領薪水 我看看 妳派水啊 妳什麼需水啊 妳那買A貨的居然敢叫我拿 買A貨 太瞎了吧 同一個包欸 拿回去 不要丟我的臉 在大麻路上能看嗎 他只是長得不正 不代表他買的是A貨 對啊 那麼VIP欸 不會啦 不會啦 OK啦 OK啦 來 小百合來講講看 小百合跟台灣男生交往過 我覺得我跟台… 女生跟台灣男生交往 真的很幸福耶 因為日本男生比較有 風田的男生 比較有距離感 有距離感 也有出界啦 這個感覺比較 冷淡耶 冷淡的感覺 冷淡 冷淡 對 台灣男生是比較 而且只要我遇到困難 或是怎麼辦的時候 打一通電話 他會馬上過來幫我耶 那他很險啊 對啊 沒有 是貼心很關心女生 你看 日本男生 如果幫忙女生的時候都是這樣 約會的時候 你走累嗎 要不要去QK 有人走累嗎 在日本的劇裡面 有目的才會這樣 他們喝完酒 就是走… 都會走到那個Motel那裡 對啊 雙高跟鞋很累 對…要不要去QK 他再有數據才會貼心 可是台灣的男生的確是有這種 就是 對 妳沒有要跟他怎麼樣 他也OK 反正他能夠待在妳身邊 守護著妳就已經很棒 那會不會對每個女生都這樣 不會對小優就是了 對啊 其他男生可能會 漂亮 Kent哥 對不對 我覺得台灣男生是很重 人跟人之間的連結 就是 就像就是我覺得日本人 就有點太過於冷淡 而且日本人我覺得最打妹的一點 就是 就是不能有任何的清晰 不牽手都不行嗎 對 連牽手都不行 就不要說抱抱的情形連熱都不行 為什麼不能牽手 太扯了吧 因為當場還有其他的女朋友 這樣子 尷尬 不是尷尬 怎麼樣… 怎麼說 現在越來越開放了 但是確實男生比較害羞 然後這樣子比較有反差 在家裡 在外面就是有大男人的樣 大男人的樣 回家就 可是我們在外面也會想要撒嬌 結果在外面也會忍不住 然後如果男朋友是日本人 忍不住 他會想要跟他親近 然後如果他都不牽我手什麼 我就一定會奶奶奶到他同意為之 這個台灣男生跟日本男生的差異 這要問趙哥 是不是 其實亞洲男性來講 日本人是比較偏大男人主義 非常嚴重 我們看很多影集 尤其是電影裡面 男生在家吃飯喝酒 女生太太都要跪著 這樣子把他服侍他的先生 放菜 放酒 然後在旁邊還不能跟先生一起吃 吃完還要去收 然後負責去 對 就大概是這樣 很辛苦 糟糕 我只能說你 你講的是昭和時代 昭和時代 是打仗的時候是不是 現在不會啦 越來越開放 不是 可是喔 他那個傳統的習性已經有了 所以很容易物化女性 你看那種日本的那種成人影片 都把女性給物化得非常嚴重 這個就是潛移默化 這個傳下來的 好像台灣男生很厲害 那幹嘛離婚 等一下 他在看 他在看 他近 他是在那邊 你夠過了 你夠櫃子 櫃子 你怎麼咳 你怎麼咳 你腳好看 好酷 等一下 我們台灣男人幼稚代表 我們台灣男人幼稚代表 不要中他的氣 趙哥 不要中他的氣 不要打他對不對 風田你不可以這樣 我們趙哥馬上又會找到一個女孩子 又會再結婚了 對不對 會吧 謝謝 沒有幫到是不是 不好意思 沒有幫到 不好意思 妳這幫的沒有很好 沒有幫的沒有很好 好 你不要碰公 你要走心 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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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質男人